在你了解发球时为什么要等球 好 很多球迷朋友 发球老是想发快 发得很高 发得高的球是无效球 是没有质量的 为什么 因为对一个 发球发得高 出球点高 就是这个手去抢球 这个老不喜欢等球 因为我们怕 球太快了 我们刚刚内习的时候 球就是快的 给我们的感觉叫抢 所以说造成我们广大的欲求 要99% 不管是在正手拉球也好 反手拉球也好 做动作也好 你看到球手就先上 这是我们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 其实打乒乓球 有一个字是很关键的 叫做等字 等待的等 慢就是快 快就是慢 为什么说呢 只要你学会等球 你的球 它是一板一眼的过去 并不是抢 没有用 一板一板 等到这个球 把动作做完全 这才是乒乓球的精髓 发球也是一样 他不是去抢的 他一定是学会 等球 来 这个等子 你打球 不管是拉球 等一下 反手拉 等一下 正手发球 等一下 就应该把我们的手输回来 我们的手不要抢出去 它不会出现高 我们输回来 输回来 这个发球的时候 这种发法是绝对的大错特错 这种发法才是专业的 就是你发球 凡是看就发球发的好的人 他的这个走关节 他一定是藏在这个位置的 他的走关节不是这样子出去的 或者这样子来的 完了 这辈子发球 你的水平远远是合不上力 而是速度没有的 他都是这样子的 他是等球 用这个动作加速 好 这是第一点 发球发的高的 要学会等球 不去抢去砸球 好吧 不去抢去砸球 不去抢去砸球 好 好 谢谢大家